台湾中广集团董事长赵绍康深刻认为,当务之急是应立即撤换台湾安全部门负责人陈明通。 近日,台湾政坛的学术丑闻持续升级,前新竹市长林之间的抄袭丑闻被曝光,导致他的台大硕士学位被取消。 而令人咋舌的是,桃园市长郑文灿同样被揭露涉嫌抄袭,而这两位政治人物的指导教授竟然皆为台湾安全部门主管陈明通, 引发了社会广泛讨论。 赵绍康指出,郑文灿之所以选择攻读台大的硕士学位,正是因为陈明通在这里任教。 他认为,只要陈明通一声令下,郑文灿就能轻松获得学位。 这种情况下陈明通的权威地位必然广泛传播,这引发了人们对陈明通门下为何有如此众多政治人物的质疑。 然而,赵绍康并不仅仅停留于这一事件的表面,他引用爱之是足以害之这句话,指出陈明通的放水实际上等同于帮助学生作弊。 他严厉批评陈明通,称其不紧不称地上言师,甚至没有资格做老师。 他认为,陈明通不仅是台大的耻辱,更是民进党的耻辱。 他直言,陈明通怎么还有脸继续担任安全部门主管一职。 综上所述,赵绍康深入分析台湾政治中的学术抄袭丑闻,将其置于更广泛的政治背景下,呼吁果断采取行动,清除安全部门的耻辱,以维护政府的声誉和公信力。 至此困境,赵绍康还提出了更具前瞻性的建议。 他呼吁台大对陈明通指导的173位硕博士生的论文进行全面审查,以还原学术诚信。 他认为,这样的举措不仅能够揭示出更多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,更能够警示整个学术界,倡导严谨之学的态度。 这也是对于陈明通门下学生们的一种教育,让他们认识到真正的学术成就是需要勤奋和诚实的。 然而,关于赵绍康,他的感情生活也被人频繁爆料。 资深媒体人周玉寇去年公结中广董事长赵绍康抛弃弃子,不认骨血,遭求偿1000万元,台北地院今日开庭。 周玉寇大爆赵绍康30多年前离婚的前妻带着儿子住在美国。 1996年左右已乳癌病逝,赵绍康对此声明回应。 赵绍康说明全文如下,我一向尊重女性,对女性都客气有礼,我一生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位女性。 既然离婚,就要尽量弥补遗憾,尤其是对孩子。 我把我那壶城公路的房子转移给前妻,银行的存款成立孩子的教育基金,美国的存款17000美金,台湾的存款有130万元。 这在40年前是一笔不小的数目。 虽然我曾在美国跨国公司担任亚洲区经理多年,但以当时30出头的年纪,仍可看到我尽力的诚意。 我的前妻是一个善良美丽有智慧有MBA高学历的人。 她原在台北美国商业银行担任重要放款职务。 她希望在美国工作、生活。 所以离婚前两年大部分时间带着孩子住在美国,离婚后也搬迁到美国,等到孩子逐渐长大。 到了就学年龄,前妻跟我商量孩子的教育问题,我答应每月负责1000美元,存到美国以孩子跟前妻共同居民的银行专户。 作为孩子生活教育费用,直到大学毕业,孩子后来获得奖学金进入美国知名马里兰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就读。 大学毕业前我还汇了3万美元给她买了她自己,选择的Honda Accord汽车作为礼物。 因为时间久远,有些资料已找不到,但光是能够找到的资料就显示我至少已经汇了11万4千美元给孩子。 孩子在美国出生,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,一路在美国受教育,我跟她沟通,都要用英文。 她母亲非常爱她,继父对前妻级孩子也很好。 她母亲离癌过世后,我飞到美国看她,也试探她是否愿意跟我一起。 她的意愿还是留在美国。 房产,钱财的转移,提供,都是我应该做的,也弥补不了离婚造成的遗憾。 这些本来都不足对外人道,只是怕以讹传讹,越讲越荒唐,把我说成是一个不顾前妻级孩子死活的人。 这对我固然是极大污蔑,对逝者也十分不敬,对孩子更加不好。 所以被逼得不得不说明我尽力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弥补,虽然这是怎么做也做不够的。 赵绍康小时候,母亲李莲珍在宜兰县罗东镇临场幼儿园当园长,她就跟着过来读书,在临场幼儿园念了三年,随后又在宜兰县公正国民学校读了两年才搬到台南,而后在台南的信义宗教会长大,因其母当时在台湾信义会善木堂的幼稚园服侍,并当过幼稚园主任。 媒体报道,赵绍康有过两段婚姻,至今从没闹过绯闻,当年他在华市主持新闻追击,深深被任职华市新闻部的梁磊吸引,两人在1988年结婚,婚宴中,他形容梁磊是他波折政治路途上的重要依靠。 周玉寇回忆,当他离开联合报后,随即受到赵绍康的邀约至飞碟电台开设飞碟早餐节目,赵邀请他的理由是希望电台节目能维持政治中立,却在2004年赵绍康与陈文希强力支持联宋配的情况下,因立场相左他便主动离开飞碟电台。 后来他投身媒体业全靠两蕾,从节目内容到电台管理,大小事几乎都由他主导,他不是在家守着老公小孩的传统妇女,由于他是保守金牛座,电台从员工到主持人有事都喜欢找他。 据悉他自飞碟电台到Nuse 98到中广,想用谁都会先问他意见,很信任他的眼光。 有人表示不会有他非要用谁的状况发生,他也对自己与老公有信心,曾经说有人崇拜是好事,对于他身边的女星毫不在意。 2007年,刚退出台湾中国广播公司经营权不久的赵绍康,原本打算带着老婆梁磊到世界各地旅行。 不料最近却传出两类罹患癌症的消息,妻子住院,开刀,赵绍康天天都到医院陪伴,他仅表示,大约下周会出院,其他的不方便透露。 据报道,赵绍康提着食物进病房时,看见记者惊讶地问怎么会来,而被问到太太的病情时,他低调表示,已经开过刀了,下周会出院,其他的不方便透露。 后来提到是否会回电台仪式,赵绍康摇摇手说,现在不适合谈这个,此时此刻,和事业相较,老婆的健康显然是他最在乎的事。 梁磊是在2007年11月20日住进台北荣总医院妇产科病房开刀治疗的。 至于他罹患什么癌症,赵绍康夫妻俩相当低调,不愿意透露,不但要求医院对于病床号码保密,病房外还有谢绝访客的牌子,莲花蓝也没有署名,杜绝外界的干扰,梁磊的手机也没有人接听。 据媒体了解,梁磊罹患子宫内抹癌,手术后可能还要继续接受化疗,连日来包括多位电视名嘴,影剧界大姐大张小燕等人都低调前往探视,为梁磊打气。 虽然赵绍康只花了十亿买中广,但亏损的中广,为什么到了赵绍康手里,反而变成转亏为赢的金鸡母?赵绍康到底有什么能耐? 除了接手前中广已经瘦身,赵绍康更利用中广盈余资金,在房市最景气的时候进场,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年他以1.76亿的低价,标下被法派的敦化南路豪宅国美敦南艺术馆,如今这栋豪宅在市面上非常抢手,房仲说,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。 位在台北市中心精华地段的豪宅,国美敦南艺术馆,面对敦化南路离音大道旁边就是圆起,总共才28户,一瓶卖到100多万,但抢手程度,有钱还买不到。 房仲业者陈太元,敦化南路的黄金门牌然后又在圆起购物的附近,包含还说还有名人的加持。 我们都知道说赵绍康在那边也买了两户,豪宅有赵绍康名人效应加持,但当年他大手笔购入引发话题。 时间回到2014年,大声工、包中及大面子等三家公司联手,以1.76亿标下国美敦南艺术馆两户法拍屋,平均一瓶127万,相较2013年一瓶城交价170几万,甚至喊价喊到200万元的都有。 而大声工、包中和大面子,控股的公司就是中广的法人。 财经专家黄世聪,过去中广在国民党执政的时代,他可能有一些为政党服务的问题,但是我们知道赵绍康,毕竟他包袱比较小,他是一个生意人,因为这样的转投资,无形之中带给中广非常庞大的收益。 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赵绍康与第二任妻子梁磊的感情始终如交似漆,令外界称陷不已。 如今婚姻关系似乎变了调,不但与同电台的30岁DJ陈安在公开场合亲密玩自拍,近日还被拍到与女方过从甚密,两度上演温馨皆送情,让外界对于两人关系大起一斗。 据媒体报道,赵绍康被拍到在公司门口等待陈安下班,不但一起买宵夜,还护花回家,展现歧视风范。 同样的是在隔三天后再度上演,不同的是这次更开进一处巷弄内,一度吸灯五分钟,孤男寡女共处一室,让人不禁怀疑到底在聊什么。 但接下来几天,女方身边的护花使者换成了一个平头男,不但共同用餐,唱KTV,还一起回到她的住家,感情关系令外界看得一头雾水。 事实上,赵绍康举办公司尾牙时,便罕见为协同爱妻出席,反而带陈安向各桌敬酒,私底下还一起亲密玩自拍,让其他员工戏称为安康二人组。 不仅如此,还让女方接手主持原人来封节目的热门时段,此举让不少资深DJ吃味不已。 据媒体报道,陈安从小到处听演唱会,因缘际会认识搭他26岁的赵绍康,2016年2月底,知名DJ黎明柔请辞中广人来封节目,赵绍康二话不说,决定让本来只有周六,日主持的陈安接手。 过去赵绍康参加中广尾牙,应酬场合,都是老婆梁磊当女伴,2016年1月中广举办尾牙,她和陈安都出席,两人不仅四处敬酒,还亲密玩自拍,让在场员工看了很傻眼。 有趣的是,赵绍康在中广主持赵绍康时间播出时间为早上9点到10点,陈安陈安的爵士小酒馆则是晚上9点到10点。 有中广员工便将这对忘年之交戏称为安康二人组。 据悉,陈安在朋友牵线下,认识大自己26岁的赵绍康,并被提拔担任中广DJ,面对记者询问接送情一事。 他不但全盘否认,更趁自己向来都是搭出租车回家,从未坐过老板的车,也不记得有平头男来找过他,大搞失忆。 反观照面对绯闻的态度,紧轻描淡写地表示,他和每个中广DJ都有交情,也都曾送过其他DJ回家,似乎想以打太极的方式度过这个风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